哈喽大家好 之前就做了一个视频 就分享了如何去做一些screening 尤其是这个是 烙底的screening 让我今天收盘的时候再看一下 今天 烙到什么股 其中一个呢就是D&O D&O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RSI呢是已经是 底部弹上来 呃 所以 that's why它出现在我的 出现在我的那个斋选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分析 首先呢 这个screening的东西只是帮助我们去 去塞谁些股 节省的时间 我们还要去看一下一些其他的技术分析来判断 所以可以看到的就是这边有个 这边就是low 上去 下来 弹上去 这就是hide 这是low 这是头码风 然后呢 然后呢 今天这个青色蜡烛呢 坛上来啊 也是有量 RSI也是又上回去了 这个呢 可以很大可能的就是hide low了 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支脚 呀 第1个 第2个呢 它是 站上去这个筹码风 呀 有支撑 没有在破 弹上去 这是第2个 第3个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个紫色 紫色的色彩的线 这个是5天的均线来的 5天罢了啊 它也是站上去了 今天站上去 所以 可以讲呢 这个higher low呢 是 就是 继续往 就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呀 不错买点 呀 因为它已经符合了一些形态 它已经是弹上去了 有琴色 有亮 呃 这个是第2只脚 还有low 然后呢 它也在这个 在这个筹码风里面 弹上去 呀 当然 呃 这些东西 我们才要继续去confirm啦 要confirmation是什么呢 confirmation 就要高过这一 明天啊 要高过这一条 就是要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先 搞过它了 搞过这个啊 啊 这个呢 就是 confirmation 确认性 呀 这肯定就是一个白型的 ok 会不会出现呢 不知道 我们就去管财吧 看一下明天后这个礼拜 有没有机会突破呢 ok 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算是一个case study吧 之前分享的这个捞底的方法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可以拿到什么股 呀 然后去看一下未来的一两天 我们有没有看错 我是看有没有看对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